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書壓的方法 都市人其實經常都會收壓 所以我自己也有一點心得去讓自己放鬆 第一 其實香味是佔了我生命中一個很大的部分 一些香味會令你很吸引 或者一些食物的味道都會令你產生一種感覺 如果你可以將香味融入你的生活之中 其實你會之後聞回一個同樣的香味 就會令你有同樣的情緒 所以我在家都會點一些蠟燭 就經常可能令到家裡有一種味 所以你選擇香味的時候 也可以看看一個深水的香味 你長期可能就用了一種香味 之後如果你家裡有這種味道 你出去旅行的時候 你帶一些旅行裝 變成你的酒店房或者你住的地方 就會多了一份歸屬感 也會令你聞到這個味道 都會很自然不其然放鬆 我自己很喜歡一個星期點兩至三次 令到家裡有一種香味 但又不要過分點 因為過分點可能會比較粗 始終香港地方比較小 大部分都比較小 所以我自己很喜歡 在我自己的studio flat都點一些蠟燭 令到整個房間都有一陣香味 另外我自己很喜歡 其實就是噴香水 噴香水 噴香水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是會令你自己 嗯 有種精神的感覺 有種 不知道 我覺得好像 我自己覺得好像 自己比較吸引 所以我早上出街之前 好像剛剛一樣 就會噴香水 令到自己都會 有種 聞到一些香味 有種舒服的感覺 另外 平時早上起床 有可能也不是經常 都會經常點一下一些彈香 彈香都有很多不同種類 其實有很多地方 都有一些不同的彈香 回來之後早上會點 好像今次 今年都會去過北海道 北海道有一些 Lavender的田園 他們都會售一些 分衣草的彈香 我當作手信給自己 每一個地方 另外 你看到點香薰油 點香薰油 其實味道 反而比較清淡 而且 這個就是有時間制的 3個小時 5個小時 10個小時 就會慢慢噴 所以 晚上淋睡前 都會 按開這個 然後 就有它慢慢 散發不同的味道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 點香薰油的味道 所以 可能它的味道 不是很強烈 但是它都會做到一個 很舒緩 很舒服的感覺 令到你那個 好像有時候去SPA 的感覺 就是如果比較 點香薰油的味道 Mandarin 或者是 Grapefruit 都會令到你好像 去了泰國 Lemongrass 我自己都是這些 比較喜歡的東西 另外 譬如Clarasage 或者是 一些鼠尾醋 可能 有時候 不知道 不舒服 或者 覺得好像想精神一點 的時候 都會點這些 相對不同的 Essential Oil 就點回 另外 我就會喜歡 做Meditation Meditation 其實在中文來說 是有兩個意思 一個就是 靜座 一個就是冥想 靜座 其實和冥想 是好 是兩樣東西 很大分別 靜座 對我來說 是一個 要坐下來 是完全 放空 和不思考 這些就是叫靜座 冥想 就是 我可能 幻想自己 去到一個 很大的 看著太陽 然後太陽 就會 令到我的心情 就會 放鬆 是兩樣東西 我覺得靜座 是很重要 因為 因為人 其實 就算睡覺的時候 腦都會不斷轉 所以 我都會覺得 最好 就是找時間 讓你自己的腦 放空 放空 其實是有助 stress release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 人是會 overthinking 想得太多 還有 有些事情不需要想 或者是不需要去擔心 都會去擔心 所以 放空 就算 一天 十分鐘 或者五至十分鐘 其實都會有幫助 對你的心情 或者你有時 做一些 decision making 一些選擇的時候 一些決定的時候 更加會有幫助 所以 我就會 在這裡怎樣呢 靜座 然後 就會數一 至到十 或者一至到五十 有時我就會數一至到一百 就是這些叫做 數識法 其實是 數你的 呼吸聲 有時你覺得 好像 這樣數很辛苦 那就自己 自己呼吸之餘 就數一至一百 其實這個方法 我都會用在運動上 另外一個就是 我很喜歡 就是做運動 做運動 真的會 除了令你的 mind 放鬆 因為你的身體 都會 因為做運動 釋放了一些 energy 一些你自己 anxious 把運動釋放了出來 那你就會 你的腦 不其然都會 相對地 去 calm down 那我跑步 我喜歡跑步 喜歡瑜伽 有時做spinning 有時做舉重 那我就喜歡 很多不同的mix 因為我怕悶 所以 有時跑步 我都會 數識法 即是一路跑 就數一二三四五七 數到一百 然後又數一至到一百 就是跑步的時候 做一個moving 的meditation 其實這些我覺得 非常有效 而且真的會 對睡眠的質素 大大改善 做yoga更加 yoga 其實瑜伽導師 都會慢慢教你 怎樣去focus動作 這些都是 將 mind offset了你平時 不做事的時候 好 另外我就會喜歡 如果真的 哎呀 好沒有時間 經常都要travel 可能你的工作壓力 是非常之大 但是完全沒有時間 去做運動的話 我就會 建議大家 除了去meditate之外 其實都可以開一些 youtube的soundbite 即是一些nature的聲音 人呢其實是 跟大自然是 其實是 生於這個mother earth 其實是很 需要接觸多些大自然的 大自然是會令你 你看著天 或者看著一棵樹 或者看著海 或者看著水 或者甚至乎 看著 一些小鳥 一些animal 你會很自然 不其然就會 有種 其實 這個世界 都沒有什麼重要的了 這些都是我自己 放鬆的方法 還有一樣 對了 最後呢 最後一樣呢 是 會令我自己 放鬆的方法 就是做一件完全 和工作無關的事情 就是玩樂器 原來呢 我試過 就這樣練 練一首歌 很想練 突然 三個小時過了 完全不知道 還有 不覺得時間過了那麼久 然後呢 哇 那晚是超好睡 原來一些 你很專注去學一種新的skills 或者專注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你就是會忘記了 你自己有什麼壓力 那 我就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方法 那這些都是我一些 自己覺得 好work的方法 都是做了好多 好久的了 那不是一些 我在網上搜尋回來的方法 那如果你自己都有一些 書壓的方法 不妨可以留言給我 那我下次如果 我覺得 嘩正 和我都試過的話 我都會再一次 和大家分享 好啦 今天的sharing就是這麼多 那我們 看下次我再分享什麼 和大家 或者可能 再講一下 bra 對啦 那 那這就是今天 那我會見到下次 拜拜